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在即投票可以影响的这六种对象包括了军人 警察 还有在外地念书的学子 还有工作者 包括了受刑人 还有身心障碍相关医疗机构 其实都是可以适用的 但是不适用的对象就包括了海外台商或华侨 而施行方式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所谓的移转投票 也就是内政部目前在规划中从户籍地移转到工作所在地投票 同一天内就把票开完 所以说当天还是可以知道选举结果的 但是呢 其实在之前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绿营的人士 他们是持着比较反对的疑虑 甚至有人扬言说要抵制到底 而到底这个顾虑是什么 我们先来带您看 绿营人士他们对于所谓的不在即投票的看法是什么 在早期的时候 2002年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 游锡坤他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其实他就表示说了 只要各党有共识的话 相关技术够成熟 他也赞成推动所谓的不在即投票制度 不过呢 在2002年5月的时候 民进党立委呢 汤金泉他提案通讯投票法 当时民进党就发动了三次散会动议给他拦了下来 而在最近的时候 苏联昌是说如果不在即投票 是要让台商等投票的话 将会有大暴动 而吕秀林也表示最佳的实施点应该是在马总统不再连任之后 所以说这个顾虑在绿营这边到底是什么呢 沈大佬 我觉得关键是在台商 所以现在国民党也很适趣 就把台商排除在外 我觉得绿营是怕的 是怕台商 那如果说台商不包括在内的话 我觉得技术层面要克服 那如果这个复杂的技术层面有克服的话 我想两边就没有什么话讲 但是这个不载机投票 跟美国人的不载机投票有点不太一样 美国人的不载机投票是提早投票 是提早好几天投票 那你票的投入以后是封起来的 没有开票 但是不是同一天投票 那现在显然这个 让很多人就说因为离乡背景没有办法回到富吉利投票 也有机会可以投票 这个其实它的利益是良好的 但是问题是要怎么去办这个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要费尽很多力气预防任何小差错出现 因为这个选举最怕就是你出了错 而给对方抓到这个把柄 那现在既然可以不在即 而且是同一天 我觉得你投完以后去开票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要使得大家都信服口服说 哪些人会不在他的富吉的地方而投票 而这里头没有作弊 没有弊病 没有流弊 我觉得这个如果内政部说到做到的话 这个原则上我是同意的 但是为什么台商不可以 这个就牵涉到 这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利益有很多很多很多 他顾虑的地方 就是说你如果去中国做生意 你做之后你现在为了你的生意 你当然会挺哪一边 你会挺哪一边 你看以前没有不在即的时候 大家订着飞机 订机票 那回来一定都是那个蓝的 那其他过去这几次的委员选举 情形就翻过来了 绿的对离乡背景到外地念书的 已经念书的这些有投票权的 就比较有把握 都说较快回去高兴打平 你打给民进党的话 以后就不需要再离乡背景 所以绿营对这些留在台湾的 离乡背景的是比较有把握 那蓝营的是对台商比较有把握 所以是我讲国民党就自认倒霉 委屈一下就把台商派出再来 但是这一次那军警呢 如果说把军警当过在内的话 对国民党比较有利吗 军警过去来说是民进党 当然他最反对的地方 那比如说军警似乎在过去 威权时代一路底下来说的话 只要当军人 当职业军人当警察的 似乎在意识形态上面 都比较支持国民党 但我坦白讲了 经过几次政党轮替之后 我觉得军警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已经到没有以前要那么的严重 第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部分 第二个他是怀疑说 如果你留在营训里面投票的话 可能在这个长官的监视底下 你可能在投票意志上面 说是自由的 说是自主 但是可能有一些被监视啊 被报复的可能性 也因此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觉得这是绿营比较当初 反对军警投票的主要原因 但我真的觉得时代不一样 而且相对来说的话 在整个今天讲到说 可能120万会受到影响 里面职业军人跟警察所占的比例 其实相对来讲没有到那么的大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觉得应该回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了 一个是权力的运作上面 到底谁输谁赢 对哪个政党有利 这个部分是一个盘算 那另外一个就非常落实的 非常务实的 没有任何政党去分的 技术上的考量 那技术上考量 因为像刚刚沈老大讲的 就是说 现在目前看起来像是说 不会有封存的问题 所以不会中间动手脚的问题 不会突然之间掉了包 会突然之间做了什么样子 就当天你在你自己的地方 想办法你也去投票 譬如军舰上 我也在军舰上面设一个开票所 一个投票所 你就在这个地方投 然后在这个地方同时开 所以中间可能造成的麻烦 会比较小一点点 那只是说 这个技术上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克服 今天大家就有点开玩笑 说那浅舰呢 浅舰当天现在就要浮出来 怎么一眼之 就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确实有点难 但回过头来讲 如果谈这个政党的 彼此之间的利害计算的话 我坦白说 宪法保障的就是一个投票权 这样子一个 你可以选举 你也可以被选举 这样一个权力 我相信觉得台湾 因为这样一个政党的纷争 对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办法去克服 你为什么离开你的 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人 不管你人在他县市 你人在他国 为什么就要被剥夺掉 你投票行使公民权的权利 我觉得这件事说不通的 那如果说你民进党说 因为这些人 可能不会投票给你 因此你不赞成开放的话 那个独裁有什么不一样 独裁者为什么不开放民主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对